你在别人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蛋 家旦们今天我突发奇想 就是我一直都不知道 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蛋 你好 所以我决定假扮马鼠 去问问奶奶他们对我的看法 小黑子你在干嘛呢 马鼠啊 我在欣赏我刚抽到的齐天大圣呢 你好 怎么样是不是帅呆了 就你还齐天大圣 不要侮辱我的童年好吗 我看你就是一个小猫了吧 言归正传 其实我来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问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你觉得铁蛋是一个什么样的蛋 你说铁蛋啊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华种取宠 才不自知的小丑 为什么 因为铁蛋明明菜的根源祭祀的 一天还敢自称是技术主播 每次我俩大巅峰都被它害得肃吧 我使劲浑身解数也带不动它 它分明就是一个技术主播 你说的都是真的 铁蛋 不是 你啥时候来 可恶的顾梦 居然敢这样说我 最近都不要让我再遇到它 否则我剑一次打一次 现在我们再去奶奶的庄园找一下它 看看它是怎么想的 哦 我亲爱的范范 我跟你讲 铁蛋这段时间天天吵着让我和它打巅峰赛 我都快被烦死了 就是就是 它也经常让我带它上分 明明自己那么惨 还好意思来找我 真是天不知耻 可不咋叮 论上分还得是我们落饭组合 走吧范范 我们立刻马上就开一把紧张刺激的巅峰赛 不知你一下如何 正有此意 真没想到奶奶和范范也这样看我 哎 我一直以为我们关系很好的 没想到一切都是我的错觉 你怎么了铁蛋 为什么一个人趴在这哭啊 毛起来啊 奶奶他们都不喜欢我 觉得我是一个人鸡蛋 他们说的没错啊 啊 我的毛鞋 你给我站住